大馬路上只剩一人穿梭在車陣中 像一個個騎士叫賣 手裡拿的商品應有盡有 簡直就把行動超商搬上大馬路 手裡捧著濕紙巾和衛生紙 說起話來邏輯清晰 和一般中年男子沒什麼兩樣 不過他的右手卻少了一截 因為這點殘缺 讓他無法向正常人上班工作 原本從事車床工作 擁有一技之長 卻在14年前工作過程中 不小心碾斷了右手 從此找工作處處碰壁 才改到各大捷運站販賣 衛生紙 獅子金和原子壁 很危險 而且如果有人不在那邊 撞到他怎麼樣的話 就東西也撒一地 然後他又不方便又報撿 撿可能就突然可能會有 有一機車用鑽子轉過去 被你撞到就可能會出一下車禍之類的 獨貝男的遭遇令人同情 但在車來車往的大馬路上販賣 實在危險 無論是常見的賣玉蘭花 或是賣其他商品 都是違規行為 恐吃上300到600元罰還 為了求生存 穿梭車流之間販賣商品 賣出一包包濕紙巾 都是他不顧生命危險 1.1滴正來百元超 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計 記者洪璇宇 宋軍 何慧磺 吳斯涵 騰博德 記者洪璇宇 宋軍 何慧磺 吳斯涵 騰博德